- 最後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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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後一輪的把那個大牌 - 終於可以全部拆完了 - 一樣,按照跟上一集一彎 - 因為佩吉找了成語找很久 - 所以我們一樣 - 這次是游玩的 我來說 他說我猜 聰明的special來猜 我很聰明 然後我故意找一些比較來 愛情的傻子 我沒有這個猜 我沒有這個 好 那戴眼罩喔 直接戴喔 對 等一下 我戴眼罩的樣子怎麼會 然後呢 好可笑 好 有時候看戴眼罩 你要怎麼看 戴上去就看不到 也是那種 來 我敲一下 故意把你弄醜的 歐陽菲菲 好囉 可以好一下 OK齁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直接進入主題 抽牌吧 你家 對 抽牌吧 對啊 好 我們今天剩下的八張 全部都有special來猜 我一個人猜 獨跳大量 太厲害了 對 好 來 這張我覺得 我找到的成語 來了 什麼 來猜吧 我找到成語呢 跟這個牌的意思 其實不太打噶 什麼 對 可是你可以想他的畫面 拍到畫面 我覺得很好猜 你看 星螺起步 什麼東西 星螺起步 什麼東西 星螺起步 不是起步 是起步 星螺起步就是 數量很多分布很廣的意思 喔 星星牌啊 煩欸 我還沒給大家看 你抽到的牌 你就猜出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真的是星星牌 對 星螺起步 因為很多顆星星在上面 對 所以我才會找這個成語 好 再來 很聰明耶 真的 我剛剛沒有些問題 平常是左手還是右手 平常是右撇子 那請你左手抽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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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這張 這樣看得到嗎 我看不到 我是說知道 前面的 前面的看得到不好 好 這一個 嗯 應該跟牌印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類似 自我感覺了 嗯哼 死灰復蘭 死灰復蘭 對 死灰復蘭 所以是 把他死掉出去 然後又長出來就對了 死灰復蘭 意思就是說 以平行的事物 又再次出現 想想看喔 嗯 這張是局內人才會知道的 是審判 喔煩欸 為什麼你都知道 你不能猜錯嗎 我要猜錯 我猜錯 我猜錯 真的 對 審判 猜錯才是你有成就感 喔真的喔 我想說可以幫你拷倒之類的 好了 我們要互相寫 好了我懂 好來 噔噔噔噔 這邊 這邊 這樣 來 喔 這一張牌 這張牌是 這一個 我可以看喔 這個其實歌 好啦 你試試看 毛骨聳籃 毛骨聳籃 對 所以是有很害怕的感覺 對 會害怕的感覺 對 我這個也猜不出來 那他的牌 他的牌後面是黑黑還是白白 後面的牌啊 我是說那個牌的後面 我的牌的後面是黑的 你還不 我不是他意思 你說他的背景喔 對 就藍藍的 藍藍的 可是就是你看到的時候 毛骨聳籃 我會找這張 這個 陳語是因為 毛骨聳籃 意思是說你的 非常恐懼害怕 你的恐懼都跑出來了 我有恐懼都跑出來了 對 那一張牌 我知道了 月亮 對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很 我覺得我找得很好 我覺得我們如果給老師猜 他應該也會猜出來 他應該也會猜出來 真的嗎 因為我想說 你不然今天 我們只好吃你 對對對 因為 因為他前面兩隻 兩隻是狐狸嘛 對不對 兩隻狐狸 我想說毛骨聳 然後狐狸有毛 那我有問題 那不是狗嗎 是狗嗎 還是狐狸 然後一隻狗一隻狐狸之類有毛 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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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的恐懼都跑出來了 很爛喔 好來來來這邊 1 2 3 4 我剩5張 看看Special還可不可以 一次就猜中 一定可以的 好煩耶 應該放好 這一張 好涼喔 好涼喔 這張是 在哪裡 在你心裡 好 這個的話 我覺得 各的感覺跟牌面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連結 是連結性 其實沒那麼高 忍辱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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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牛喔 任勞任怨的意思 還是 乳牛 水牛 沒有牛啦 這裡沒有牛啦 蝸牛是那個前壁酒 前壁酒 前壁酒才有那個蝸牛 忍辱負重 對 忍辱負重 任勞任怨 抽到什麼牌 就是被綁住了 吊人啊 吊人 沒有吊人 是之前的啦 被綁住了喔 被綁住啊 得了義務啊 那是不是還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意思 就是 慾望高漲 慾望高漲 對啦 你一定知道答案 惡魔牌 對沒有錯 惡魔牌 為什麼會慾望高漲呢 待會兒提斯杯酒來解釋 為什麼 我還蠻適合講惡魔牌 我最喜歡惡魔牌 最愛 最愛 惡魔牌其實不錯耶 喔 你喜歡 不是 因為之前我幫人家算過 那個 他是問工作的 他抽到這張牌 我說那你就是 雖然工作量大 可是錢也賺了很多 喔 他跟我說是的 是的 好來 這一張 今天抽到什麼都是 都是逆味 好來來來 嗯 好我先說這個呢 這一張牌我找了兩個成語 可是成語的意思 跟牌一點關係都沒有 哇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你可以猜他的畫面 畫面 畫面 我剛剛會被你走 第一個我找到成語 我說我打不到你 頂天立地 你要想要一個畫面 男子漢 頂天立地 然後第二個成語是眼高手滴 眼高手滴 對 我說跟牌面 看看 牌面 有嗎 眼高手滴 對 你看哪一個 你覺得哪個牌是眼高手滴 眼高手滴 這很難猜 這很難猜 比較不好猜 可是剩下四張 所以我覺得裡面有小 哇賽 頂天立地 這很難猜 巨人牌 這什麼 巨人 啊 進幾個巨人 然後眼高 然後手是低的 頭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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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姿勢 眼睛 眼睛會比較高 手比較低 不是 好 因為其實這張牌我找不到 恐龍 恐龍 不是 然後我不要猜了 頂天立地 真的不猜嗎 好我不猜了 其實我這張牌是截製 截製 截製 我為什麼跟牌面一點 牌衣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個人頂天立地 然後他的兩隻手 不是拿著那個聖杯嗎 眼睛比較高 手比較低 好難很爛 好難猜喔 所以我說這個很難猜 因為我 牌真的是長這樣 對 所以我說要 那我截製版要享受嗎 因為說減肥要幹嘛 絕肥要減肥 我是要運動嗎 沒有 節日吃少一點 喔 瘦咖 好 運動也很重要 好剩養最後三張 登登登登 舉家 這邊 要逆胃了嗎 沒有 這是沒有逆胃 好 這邊 這個牌應該比較好猜 天萬飛來一筆 天萬飛來一筆 就是突然意料沒有想到 高塔 真的 對高塔 這麼好猜對不對 高塔公主 高塔公主 插房公主 跟你今天的造型很大 登登登登 插房公主就怎樣 是你啊 是你啊 喔耶 我們剩下最後兩張了 看看 這好棒 看看哪兩張會先出來 好的 來這邊 對 有兩張 我的手啦 這是真的紙嗎 對 這個是佩 這一個 佩基喔 佩基是你啊 不是 我是死被 沒露門 又要整天 可以露門 面對一對一出去 還是你好像是我忙人好 我會在面看 好來這一張 對好 心心向榮 心心向榮 是草很多的意思 就是 很豐盛 事業蓬勃發展 事業蓬勃發展 然後 心榮昌盛 這句話成你的意思 心榮昌盛 心榮昌盛 生意很好 就是蓬勃發展 蓬勃發展 蓬勃發展 世界 對 哪一個讓你想到 就蕭去法 蕭去法 所以這個 其實好啦 就是成語跟排 也不太久 因為你講得很好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其實 塔羅是西洋的 然後成語是 東方的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 東西棒的結合 對 雖然可能 可能 不是很搭嘎 可是個人覺得蠻好的 不會啊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那你就知道了 這個看盤面 手舞主導 手舞主導 高興到一個幾點 高興到一個幾點 有沒有這種話 高興一點點 沒有啦 我直接講啦 就是一個小孩騎在馬上面 喔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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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忘了這張牌 OK應該把演唱來下來了 小星星太陽跟月亮 各位同伴 對 同伴 同伴 欸 西西里亞太陽 是那個嗎 歌手嗎 一個團體嗎 小虎隊喔 不要小虎隊喔 你被小虎隊圖不太深了吧 是我那個年代的喔 超紅的 好 這樣好像飛行員嗎 頭髮 頭髮可以弄一下 你那很像那個 像那個 像那個 希臘的人嗎 不是 喔 吉卜賽 吉卜賽 你剛剛講這個話 我太了解你了 什麼吉卜賽 好 那我們一樣 等一下 趁紫迪在整理頭髮的時候 我來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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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等一下 我們一樣按照順序嘛 按照順序解釋嗎 自己陪給我 欸不對 所以這張牌 我會被SPECIAL揍的這張 頂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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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是還蠻頂天立地 好 我們現在講的是節字牌 你本來想要唱什麼歌 沒有 我就說減肥要幹嘛 對喔 減肥喔 就運動啊 要運動 要多運動 還要節字吃東西 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就會變胖 這張牌 我講是不是 好吧 你講啊 我聽 好 節字的話 它就是一個天使的一個意象 然後它 它的腳呢 有踩在石頭跟那個水上面 然後踩在石頭的意思上面 就是表示它很那個 就是理性的部分 然後踩在水裡面 就是感性的部分 那就跟之前有講過 就是理性跟感性 就是它有互相在交 就是互相交流 然後有取得平衡的一個概念 好 力量 對 再說一下 然後後面的話 節字的後面 也有一個太陽 太陽從那個地皮線那邊升起 也是蠻有就是 吸一希望的感覺的 想要那個天使的翅膀這樣子 避應著你 但是還是要 就是要思考這樣子 對 都選我大哥了 你大哥了 好 大哥沒關係 來幫忙 Zuki 下一個 好 再來是 The Devil 惡魔牌 惡魔牌 對 惡魔牌 我剛剛讓那個special 猜就是 熱鬧熱月的意思就是這張牌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 這個牌面上 它其實就是一男一女 被綁住了 然後後面有一個大惡魔 那其實這張牌的話 我剛剛說要跟你講 沒關係啊 沒有其他意思 反正就是它其他意思 就是 終於過了 就是兩個人 因為沒穿衣服 對 因為沒穿衣服 然後而且他們 他們腳上還有綁的腳踝 就是腳裂 腳裂 鎖裂 脖子 脖子 然後就有一種 互相牽制的感覺 就是兩個人被肉欲捆綁的意思 不過這張牌其實也有那個 責任義務的意思在裡面 所以不一定都是比較偏那種 對 情侶方面 如果是情侶方面 或是愛人方面 會解釋那邊 可能會問一下 對 那如果說你是問工作的話 聯絡我們 哈哈哈哈 一直聯絡我 那如果說你是問工作 通常我們會第一個聯想是說 是不是你的工作量很大 然後可能你要付的責任會比較多 而且被工作綁住了 對 就是被綁住了 被綁住了 可是可以賺到錢 還不錯 來 那我們下一個是 高塔 登登 登登登 高塔 他就是 你知道我只能想到阿妹的 站在高剛上 高剛 高剛啊 然後跟高塔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就是高 我跟高 哈哈哈哈 還好 還好我 還好我今天不可以戴眼罩 他頭太大了 所以就是我 我戴 大頭正 不會啊 你很美 謝謝 最美的大頭 可惡啊 趕快 然後他就是 高塔 高塔 我只想要阿妹的站在高剛上 其實他這個話 其實有時候會 就是一些沒有預期的狀況 突然發生 然後那裡有點措手不及 這樣子 然後 不過是好是壞 其實不一定 比較 比較好的牌是 你可能有靈光一閃 就是忽然出現了一個 靈感 就是靈感或是契機 這樣子 這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這是比較另外一個意思 不過也 整個牌 還是要看整個牌面 其他的牌 對對對 要跟他們交互的作用 是的 好 在我們這個 新羅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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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星星在上面的 那 你本來是 上順子的 我不是 回家嗎 不是啦 不是上回家看兩星星 是嗎 不過是回家 是有一首 I am not a star 有這首歌啦 有這首歌 好我回去Google一下 對 大家有興趣聯絡我 我有唱歌的頻道喔 想要那個 想要那個 約那個唱歌的 那唱歌可以約我喔 對 好那星星的話 就是很多顆星星 有八顆 欸是七顆嗎 一二三四六六 八顆 有八顆是星喔 所以星羅旗部 對 沒有 這個牌的話呢 如果說是問一些事情的狀態啊 通常抽到這張牌 都覺得就是說 你對這個事情就是 都充滿了希望 充滿了希望 然後再來是 還有什麼呢 突然沒有什麼連結 來 充滿了希望 就這樣子吧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還有跟3C有關係 遠距離 戀愛 或是比較 理想層面的東西 這當然是水瓶座的牌啦 水瓶座就是 理想主題 對 比較難搞 比較水瓶座的牌 比較理想化 也是蠻高拐的啦 對不對 高拐 我們再講給某人 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再來 我們不敢 再來是月亮 很多毛人來 毛鼓手的牌 對 月亮的話它就是 代表的是一個 一個心裡面 對一個恐懼 然後它已經從下面 是生起來了 一個概念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蟹 欸 螃蟹 螃蟹 蝦子 蝦子 不是蝦子啦 是蝦子嗎 是它在盒裡面 蝦子可以在盒裡面 真的嗎 本來就是蝦子 蝦子或螃蟹之類的 那種有熬的 它其實代表是說 一個人內心的恐懼 所以如果抽到這張牌的話 它會代表說 你可能要去面對 你的恐懼已經跑出來 你要去面對它 去處理它 而不是在發熱它 再繼續 對 那月亮是代表著 你的憂慮 那月亮也是 巨蟹座的感覺 就是比較 擔心比較多啦 對 沒錯 事情都可以解決 也不要害怕 好的 憂慮完之後我們換 太陽牌 那我先講 太陽牌的話 就是很簡單 就是 你一看牌面 就覺得充滿希望的感覺 就是一個孩子 他五憂無慮 然後笑著看著前方 然後他就是 高興到了幾點 對很高興 然後後面還有太陽看著他 就是有人在後面畢霧他 然後還有期待馬上 旁邊還有很漂亮的向日葵 那就是感覺非常的有 有朝氣的感覺 對 然後這張牌也是 大牌裡面少數 如果說你是抽到逆味的話 其實逆味跟真味的意思 差不多的 對 那就是身體健康 然後萬事如一 紅包拿來就是 過領快到 哪裡快到 好 換下一張 好 審判 審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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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就是一種死灰復燃的意思 就是說可能一些 一些舊的事情 又會暫時出現 那或者是說 如果說是 以分手情侶 抽到這張牌的話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就是有那種 舊其復燃的機會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Special有要補充的嗎 就是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就是 人從棺木裡面爬出來 就還蠻有意向的 就是重生的感覺 舊的事情又出現 舊的事情 或是舊的事情又出現 或是他有一個就是 疾病又復發 所以健康也要注意一下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換最後一個 圓滿牌 圓滿牌 圓滿牌是 世界 世界牌 代表的意思是 事情很圓滿 圓滿 對 我個人個人覺得 世界牌跟我們上 上一輪介紹那個 命運之輪 命運之輪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像 對 然後他還有一種就是 跟世界比較有關的事物的話 就是 國際事物嗎 國際事物 或是可以 往國外走 或是國外旅遊的這一塊 也可以 就是這張牌代表的意思 對 就是其實抽到這張牌 應該都是還不錯啦 對 還不錯 好 然後還有事情的話 要不要聽Special唱歌 不要不要 今天沒有在準備歌 今天沒有準備歌 今天沒有準備歌 今天好我不殺 今天走那個感性路線 脆脆脆的 小野貓路線 有貓感嗎 有貓感嗎 還是想要貓下去 有貓就按讚這樣 對 有貓就按讚 對 有貓就按讚 大家幫我們按讚分享 跟訂閱 欸我們沒有訂閱 有可以訂閱喔 以後 如果我們還有下一集的話 對 下一集的話 OK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今天就是大牌全部結束這樣子 對 那下次有機會再說吧 對 我們有機會來再相見 OK 就這樣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